民国金融时报7月22日文章 元期,中国房地产销售预计将见顶,并遭遇销售额下滑。 今年来,中国经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不断下降,但建筑业仍是重要增长支柱,创造2000多万个就业岗位,并拉动对钢铁、铜和水泥的需求。 房地产销售额也一直坚挺,但政府为购房只提供支持的补贴项目从2014年开始逐渐削减,这成为房地产市场承受压力的结构性因素。 政府补贴项目是为那些从破败棚户区搬出,并购买商品房的居民提供补贴,这主要集中于小城市,2017年中国房地产销售面积达14亿平方米,增长率为5%,伦敦素食研究公司经济学家庄博,因估计,补贴占到去年购房的四分之一。 这意味着,若没政府补贴,楼市销售已开始下降。 他说澎湖区改造将是最后一个,推动房地产销售的神器。 若政府部分撤出补贴项目,将其大影响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需求,其他经济学家也给出类似预测。 摩根大同驻香港的房地产分析师瑞恩里因认为,房地产销售去年已见顶,今年将出血下降。 尽管上半年仍有增长,两人都不认为中国房地产价格会暴跌,也或房地产建设会断崖式下滑。 但销售面积减少意味着,房地产将不再是原材料和劳动力需求增长的主要推动力。 除了补贴,其他因素也将导致中国楼市热潮戛然而止。 房地产销售,已执手到农村居民城建化及城市居民,改善住房意愿的驱动。 汇丰银行调查显示,中国迁徙一代住房拥有率达70%,远超全球40%的平均值。 但在农村居民连续几十年来移民城市后,城镇化仅城镇放缓,农村现在移民数量相对减少,中国人买来作为投资的数百万套住房控制者。 调查显示,今年第二季度中国29%的城市家庭拥有至少一套控制住房,随着房产税计划被逐步推进,投资型买房的吸引力也会随之下降, 一些地方政府一直依赖卖地获得的财政收入,但靠近城市中心的多数黄金地段,如今都已开发完毕。 作者加布里埃尔维尔道,王小雄逸。 作者加布是cock一般的信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